世界上最有创意的广告 可口可乐究竟有多会炒作 一台贩卖机四次不同的场景 2012年可口可乐为了庆祝125岁生日 推出了一个让银行头痛的活动 期末考试时 他们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安装了一台暖心贩卖机 只要拥抱一下机器 就可以得到一瓶免费的可乐 于是同学们纷纷前来尝试 还用手机录制视频上传社交平台 一下在全球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不少网友强烈呼吁银行取款机必须效仿 可口公司表示 开心更重要 这波操作仅用了极少的产品成本 便达到了广而告知的效果 说是一本万里也不为过 在开学季 为了帮大家脱单 可乐公司设计出一款新型瓶盖 必须要两个人将瓶盖结合才能拟开 这巧妙的设计不仅帮现代年轻人 解决了胆怯社交的问题 还缓解了初次认识的尴尬 更重要的是起到了很好的品牌宣传效果 使得可口可乐在众多开学季营销品牌中脱颖而出 在圣诞节 可口可乐在广场中央放置了一台特别的贩卖机 屏幕上有两个按钮 左边按钮可以免费领一瓶可乐 右边按钮可以把这份惊喜分享出去 当你按下去后 贩卖机的顶部突然飞出一个悬挂礼盒的红气球 它将这份惊喜与祝福带向远方 当越来越多人体验到分享礼物的乐趣 天空早已飘满在这礼物的红气球 瞬间让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快乐幸福之中 在火车站 可口可乐策划了一场挑战007营电影票的活动 当你在贩卖机上购买一瓶可乐后 屏幕会出现70秒倒计时 你必须赶到对面乐台的另一个贩卖机前 在这个过程中举办方为你设下重重陷阱 有妇女牵着几条狗 有散落的橘子 有叫你名字的好友 当你历经万贤抵达指定位置后 还要唱出007的主题曲 便可以获得一张天目杀鸡的特殊套票 许多人参与其中享受喜悦的过程 也有不少站在两旁看热闹的观众 总之 贩卖机裂变营销又为可口可乐带来了一次短暂的品牌载道